今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 23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做出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胡锦涛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的结合起来 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 70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 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 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 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 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胡锦涛强调 7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 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 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 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胡锦涛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重温讲话精神 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全面贯彻二位方向和双百方针 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切实尊重文艺规律 大力推进改革创新 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 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长春在讲话中说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深刻阐明讲话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高度赞扬七十年来 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 做出的重要贡献 对新形式下 进一步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必将鼓舞和激励 广大文艺工作者 沿着讲话指引的正确方向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李长春说 七十年来 讲话犹如精神灯塔 只因我国文艺事业和文化建设 不断谱写辉煌篇章 为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激励亿万人民投身民族解放 国家富强 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 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李长春强调 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 引领文化发展方向 必须牢牢把握 科学发展这个主题 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贯穿到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 必须大力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必须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 必须解放思想 时事求是与时俱进 始终以改革创新 为强大动力 必须细极吸收 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进一步加强 对文化建设的领导 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为推动文化繁荣健康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 广大文化工作者 要大力继承和弘扬 讲话精神 积极追求得意双心 自觉树立良好形象 以文化改革发展的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主持座谈会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 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领导同志 还有 华健敏 陈奎元 孙嘉正 会上 文化部部长蔡武 老艺术家于兰 作曲家印青 作家池子健 先后发言 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 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 和作家艺术家代表 参加了座谈会